大家好,我是能面老胡 就在老胡这几天为一桩劳动纠纷的小事跟进的时候 又一件事出现了 先建筑工人王先生,今年不满56岁 因为在高温下持续工作9小时,得热射病身亡 死人的事情自古都是大事情 可是这个大事在今天算不算大事 还得看站在哪个角度去看 据王先生的女儿交代说 父亲持续工作9个小时是热死的 但这个算是工伤吗?不一定 别说的那么轻巧 劳动中受伤就是工伤吗? 工作期间受伤就是工伤吗? 明明是在为老板劳动而负伤 就算是工伤吗?不一定 要怎么样才能算是工伤呢? 起码你得有劳动合同吧 你与老板之间得有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吧 没有劳动合同,不好意思 连劳动关系都难以证明 还能扯上别的吗? 这个王先生就没有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在法律承认的劳动关系 他是没有的 那这个算不算工伤就变得复杂了 看看多么简单的事情 明明在为老板干活 可偏偏就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要想王先生的热死算工伤 得找一大堆证据 证明王先生与用人单位存在着劳动关系 正好老胡这阵子就跟踪西安张女士 与西安奋斗鸭公司之间的纠纷 同样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就需要一大堆证据 这些证据得自己提供 我说呢 一般人 普通人 老老实实干活的人 只知道跟人家干活 就不知道多长几个心 要留存更多证据的人 要想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知道吗? 看似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实则是各种复杂的 高难度的事情 我说到这里呢 就气愤 很多事情 事前不知道存证 或者说 以你的劳动角色和身份 根本就不可能拿到像样的证据 但是活还得干 辛苦还得受 完了 闹得不愉快了 居然连劳动这个关系都无法证明 或者你给人家提供的证明 对人家驳回 说那些不算证据 所以啊 最直接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签订劳动合同 现实是用人单位不肯主动签劳动合同 一是不愿意履行劳动法规定的单位义务 又同时需要劳动力为自己服务 如果出事 闹不愉快 他们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对此现实情况 劳动者不能事先要求签订合同 因为只要你提出要求 用人单位反倒是认为你的是无理要求 很简单 不用你 用别人 用那些不提劳动合同的人 西安的王先生没有签劳动合同 除了人命 无法界定工商一事 还在继续与设施方沟通 而西安张女士同样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不同的是 尽管事小 也在主动的拿取法律武器 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老胡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倒要看看 就是这么样的一件小事 我们劳动者的劳动法究竟能不能起到作用 保护劳动者 在这里 老胡经过了现实的操作历程 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那就是我们既然选择相信法律 相信法律的公正 但是那些执法的人 那些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人 我们不敢相信 执法犯法 以法谋私 循私枉法 这些执行者的诟病并不新鲜 我们相信法律 我们不相信执行法律的人 谁来监督他们的执法过程 全社会人民群众吗 是的 是人民群众有监督权 要不然老胡这个群众呢 就不能在这里说事了 确切的说 老胡这也是在行使监督权 可老百姓的利益 劳动者的利益 与资本方的利益 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 请问我们的法律 偏向于哪一边呢 重点保护谁 就是一个大问题 前不久有个大领导 对下属信誓旦旦 咬牙切实的说 我们就是要为企业服务的 店小二 我们就是企业的打工仔 谁砸了企业的饭碗 我就砸了谁的饭碗 好家伙 为人民服务的声音 不曾见过这么大的 倒是为企业服务了 为资本服务了 如此狠话连篇 震耳欲聋的高分辈声音 真的是 牛 这次老胡特意做了一期内容 对此声音表示了高度的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如此为企业服务的声音过强过硬 会不会导致下面执行的人员 在面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时候 都失去了原本的纠察底气呢 谁砸了企业的饭碗 我就砸了谁的饭碗 听听这话 假如你是一线执法者 企业违规了 比如像这种不签劳动合同的 违反劳动合同法的 给劳动者造成权益损害的时候 你是坚定的依法办事 还是思考着迂回手段 让劳动者吃闷亏 也要让企业完好无损呢 果然这种担心就出现了现出的结果 先张女士劳动维权一事 老胡协助 在劳动仲裁那里 我们从许多的细节上 包括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上 已经闻到了一股浓浓的互犊子的味道 我在想 是本来就工作态度不端正 对劳动者上门维权 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还是说 在最近大力为企业服务 要搞活经济 要为企业 要做这个企业的打工仔 怕砸了企业的饭碗 自己的饭碗都不保 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 才对务工人员的法律维权 不那么的配合呢 是哪一种呢 不得而知 但现状事实就是那样 不管是不是让人联想 让百姓浮想联天 心想就这点事 简单明了 劳动法白纸黑字 写的清清楚楚的 在用人单位那边窝火生气 拿去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 却还要在这边执法者的手上 再窝一次火 受一次气 为什么 老百姓无法可疑的时候 被人欺负 可怜 有法可疑了 还要受执法者的欺负 那真的是可悲又可叹 法的设计者 到底倾向于为谁服务 法律本身到底为谁服务 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够了吗 如果你觉得够了 那也就天真无邪了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 那要看看执法者的意愿 是想为人民服务呢 还是想为人民以外的力量服务呢 法的执行在他们手上 他们不影响法律本身的公正 却严重影响着司法践行的公正性 所以中到底还是那句事迹之问 你们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关于先张女士劳动维权 也是老胡会继续的密切关注 并且在后边呢 专门做几期内容来 系统的说一下这件事的起始 经过和末尾 今天就说到这 感谢点赞评论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